假设它就像是一个你随时带着跑的电视 而且它有3D的效果 所以当然你要观赏这个182D的这个MV啦 或者是电影啦 或者各类型的影片 甚至于说是3D的影片 它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它因为也附有这个耳机的插孔 所以你要拿来听音乐 这也不会是有什么困扰 那我这个特别放这个Micro SD是因为 它支援到32G的Micro SD HD卡 所以说你除了可以通过它去看一些网络上的影片 然后你也可以把你自己所收藏的一些影片 放到这里来 然后通过它来观赏 那OK好 那我们可以用它来看电影啦 听音乐 这个头戴显示器好像本来就可以做这些事嘛 也没有什么特别 那它的特点其实就从现在开始 它是一个半透明的眼罩 我想大概刚刚在会前很多人都有戴上去看过 就是你在看影片的同时 其实你是可以看得见周遭环境 我们想一下一下 如果今天你戴上这个眼镜 专心的欣赏你的电影 你又戴着耳机 别人要叫你 你是听不见的 那重点是什么 你也看不见 那这种情况下 有时候你说我要享受一个个人的空间 然后所以呢 好像我就把自己与世隔绝 可是如果你在家中 你难免可能会有家人要找你讲些事情 或者说今天刚好我朋友来嘛 所以要需要跟你聊聊天 你都看不见对方 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在叫 这样也不好 所以因为它的半透明眼罩使得你可以看得到 别人可能跟你挥挥手你就知道 好我可能对方在找我 那在这个眼镜连结的下方有一个很像线控器 上面有个按键 这个按下去之后 它会同时把影片跟声音都关掉 就是影像跟声音都关掉 也就是说呢 你不用把眼镜拿下来跟对方讲话 你只要按下那个按键 你就可以跟对方很正常的沟通 那再来呢 因为它是内电里电池 充饱电的情况下 原厂是说有六小时的续航力 那我自己呢 其实我一天很少有那么长的时间 一直都在使用 但是他看了几部电影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带着他出门去 甚至于我在家里面 我们这样讲 有这个人马 难免有三级 那我们一般在看电视 看这个电影正精彩 哇真的不得了 我一定要去厕所 不能这个 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用BTE版 你就带着时间去上厕所 还可以安心的享用这样子 这算厕所影像文学 所以说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随时带着走 它跟你的生活可以完全连结 所以好 那我当然就带着它出门了嘛 那我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使用呢 譬如说 我是一个公共运输交通的族群 那坐公车 坐捷运 甚至因为有时候工作的关系 我会需要搭台铁或高铁 到这个南部去或东部去 那我在车上 那我就可以使用 就像刚刚这个Jason他就是一样 他就在高铁上面 带着他还可以去买东西 那我呢就是 反正这个通勤的过程中 有点不去 那我就看几部电影 或者是看一些MV 那还有什么情况呢 喝咖啡 我们都知道很多咖啡店 都有提供这个网路嘛 那我们坐在里头 自己喝个咖啡 好好享受一下个人悠闲的时光 那这个时候 我如果戴上这个眼镜 可以看一个影片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享受电影呢 我们明明就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啦 又有平板电脑啊 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观赏这个影像 可是当你拿起了你的平板 无论是七寸的九寸的十寸的 所有的人都跟你一头看这个影片 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奇怪 比如说我在上面要使用一些 我个人比较可能看我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啦 或者说我去上一些 可能是属于我个人资料 会在上头的这样的网站 我用平板 我用智慧型手机 坐在我隔壁 或者是坐到邻近 会跟我经过的人 都会看见耶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用BT100其实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隐私性 所以我在这些环境使用 其实我觉得 这个部分是让我觉得最开心的部分 OK好 那你们也看到啦 像我们走出户外 今天外面37度的高温 太阳非常的刺眼 那我们一般 这个时候你要看 智慧型手机上面的这个影像啦 或者平板 一定都是见光时 因为荧幕会打光 那我今天戴上这个 Epson的BT100这个眼镜之后呢 我是不是到外头可以看 我真的出去试过 基本上你不要对着天空 它都是可以看的 为什么 因为它外面有 眼镜外面有一个这个黑的档片 其实那个档片是可以做移除的 那你加上去之后 它相对的也让外界的光线减弱 所以说在外面使用 你也不用担心 像我这个呢 其实是在我家里面拍的啦 看这个荧幕的亮度是 我为了要能够让我屋子里面的这个影像能够显现 所以说还特别就是曝光破度了一些 所以可以知道这个荧幕的亮度真的相当的高 OK好 那知道了它在这些硬体上面的特点 你看它是一个Andro的装置 我们都知道Andro现在在各个领域的这个发展都超无想象 最近才发在相机上面即将会看到 你可以透过Andro的这些拍到的APP 去处理你拍下来的照片 所以说呢 这一只眼镜它也是Andro的装置 那它不就是跟智慧手机一样吗 它除了不能打电话 是不是Andro可以实行的事情 它就能做呢 所以我们来看 它是用Andro 2.2的系统 然后呢 它支援WiFi上网 最主要的是 它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方盒子 上面是触控板 而且呢 还有这些按键2D 3D的这个视频切换 它让你在使用上就可以变得非常的方便 那既然是Andro 那我们就知道 它是可以安装一些Andro专用的应用程式 那目前应用程式多到不深枚举 所以说我们就可能 自己可以选一些比较实用的 或者对自己而言比较好玩的游戏来装 那这个要怎么安装呢 那我自己是透过一些网路上的方式 去找到这个APK 然后呢 我去把它安装里头 所以我在这边也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怎么安装 其实它整个安装的模式 就是跟大部分的Andro手机很像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SE Viewer 我们一般都会看到就像档案总管 电脑上的档案总管 它在这个BTE版里面 直接就有这个SE Viewer 点进去 那因为我自己会习惯建一个APK档 进去之后呢 就有这个 我所要安装的一些APK在里头 接下来就要安装了嘛 那我是以这个快途浏览的这个APP来做示范 那其实呢 当你长按这个Enter键 停在那个APK上面 它就会出现这几个选项 包括你可以复制 你可以移动 你可以删除 改名字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Insault 我们就可以安装这个APK 那其实接下来的这个安装的程序 就跟一般Andro的装置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那安装好了以后 它就出现了 那其实同样的这个模式 你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的这个APP的安装上头 去增加你在使用这个BTE版的乐趣 那你安装好了以后 好 这个部分也是它很特别的 它总共有五个桌面 那每个桌面都可以安装很多个不同的这个应用程式的捷径在那里 比如说我们刚刚就看到了 有这个快途浏览的这样的一个刚安装好的应用程式 那透过这个方式 一样就把它安装在我的桌面上可以快速的去使用它 那谈到WiFi那我们就去想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用WiFi是不是都可能有一些场所的限制 或者是说有的WiFi是需要费用的 但是其实现在有在用智慧型装置的人都知道 透过手机里面内建的功能 我们是可以把自己的3G网络做热点分享的 所以其实在使用WiFi的这个部分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困难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有一个无线AP 你就可以在家里随处都可以享受这个WiFi的乐趣 然后再来呢 当然就是你的手机 比如说像我其实在搭公车或者是搭这个台铁 我都会把手机的热点打开 这样子我就可以透过这支眼镜去享受上网的乐趣 那再来呢 这个超商现在也开始在抢工这块市场 那最后就是在台北台北市跟新北市 其实他们都有政府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无线WiFi的服务 其实这个也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说你们可以去新北市政府 或者台北市政府的网站上面 你就可以找到他们有一个台北Green还有一个New Taipei 那这两个无线WiFi的服务其实都是不用钱 你只要上去登记 而且他也没有限定你要是台北市民或者新北市市民 那你一旦登记以后你会发现你在台北或新北市 或者是在某些公务机关或图书馆里面 你就开始有很方便的WiFi可以使用 这个对于有些3G网路没有吃到饱的朋友来讲 其实是非常好用 那因为上网的关系 所以他可以应用的范围就更大了 比如说我就利用他来看新闻 我们知道现在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 你戴上跟外界你是看得到外界 但是你如果需要其他的资讯 那你说要把这个手机拿出来再来看吗 不用 其实你只要利用这个眼镜去上网 你就可以去看新闻了 然后包括这个Facebook 我们就可以连上Facebook网站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眼镜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在上面有时候会跟朋友进一些很逗趣的 或者是别人分享一些很好笑的照片或影片 那你要在公共的场合透过一个这么大片的平板 你跟所有的人分享吗 这也蛮奇怪的 所以说其实BT100对我而言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他最好用的 我就可以完全享受我个人跟别人沟通的乐趣 那这个他还是可以把它新增书签 不论你看到什么有趣的这个网页 网站 或者说有一些学习性的这个摄影网站 或者是譬如像TickBaba 你都可以把它内建在里头 随时就可以看 那影片 我们常常说 这个你要看影片你要去转档 譬如说你要去找到这些资源 其实因为他可以上网 所以说你只要上YouTube 你就有看不完的影片 而且最主要的是 因为Epson他们在LCD这个面板的技术上面是十分先进的 那目前应该讲说 整个在LCD上技术上面领先的就是Epson 所以他这个面板的这个显示是非常的细腻 那特别是我们透过戴着眼镜 这样子独自在享用的时候 你只要上到YouTube去看一些高画质影片 像我会习惯用HD当成关键字去搜寻 这样子我就会看到很多很高画质的影片 包括电影的预告也好 或者是某些歌手的MV 甚至于有些节目 数位电视的这个连续剧的节目 有人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高画质 而且呢就是用这部演技术很轻松的去享受 像这个是少女时代的MV 它是属于高画质的 这个拍下来 因为我是透过相机去拍眼镜啦 所以说你会看到好像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其实你们自己戴的时候其实并不会看见 那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见谅 因为单拍嘛 这相机难免有做不到的事情 那像3D 我们都知道现在3D影片的来源其实不多 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拥有这样的3D 这个显示功能的眼镜 可以看3D的影片 其实YouTube上面也有 那它主要就是支援这个 左右双画面式的这个3D显示 所以你只要在上面找到类似像这样子的3D影片 你都可以透过这副眼镜 然后呢看到3D的效果 然后在这边也顺便再说一下 它的3D效果有一个部分 我是非常满意 就是我自己其实呢 大量的有看到过一些像3D投影机啦 或者是3D的这个液晶电视 那3D其实它目前有一个 可能对厂商或对消费者来讲 都还需要去调试的部分就是 怎么样的3D效果才自然 那我自己的认定就是 如果它跟我现在看一般事物时候的感受一样的话 那它就是自然的3D 因为太过夸张的3D 你大概看了20分钟半个小时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不适应感 因为它跟你的视觉印象有很大的落差 可是呢 Epson BT100这一点我就相当的满意 因为你戴上去 你可能你之前看过一些夸张形态的3D表现的这个电视 你会可能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你再稍微长时间一点看 你会发现它的3D效果其实最自然 真的就跟你一般走在路上 你去看到可能人跟警物的这个距离 分隔是一样的 那因此看它的3D影片 你可以真的长时间的去享受那个立体显示带来的效果 而不是可能看20分钟你就觉得可能有点头晕啊 可能就是有的人不适应这样的问题 那除了既有的影片 我还上网去看这个电影预告 这个有时候我们想要去看电影 但是呢又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好不好看 那我们就去看预告 那透过这部眼镜连上网路去看 其实也很方便 而且有的预告也是高画质 透过眼镜去看 那尺寸画面又大 相对于我们去看平板 去看这个手机 它的屏幕显示的这个面积又更大 更清楚 那比如说像这个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这个彰化有一个年轻人跟他们一家 为了要推行这个彰化的景点 他们跳一个舞 然后放了影片 前两天我还在这个新闻看到 一样呢我就是透过这个眼镜我就连上YouTube 搜寻一下 我就可以在眼镜里面看 这个影片其实还蛮有趣的 然后 我到各位手上 可能里面拿到的可能都有装这个游戏 就是说呢 笨木鸟 之前我们可能都是用手机啦 用平板啦 或者是用电脑去玩 那你在玩的时候 当然你就是 每个人都在看你玩得怎么样 现在呢 没关系 眼镜戴起来 你不但可以玩得这个更尽兴 而且那个尺寸画面是相当的大 所以说你可以这个一个人好好的去享受大画面玩这个笨木鸟的乐趣 那因为这样的装置其实我觉得从它的搭载Android啦 包括它在这个使用上头的这些便利度 它提这类型的产品带来更多未来的可能性 可能说透过一些APP使它的功能可以再度的扩张 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他们在学校的应用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也可以找到自己去写一些APP 因为Viz Angel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这个程式 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让自己可以方便使用 甚至于说你透过这个APP里面去支援OBIS文件 你就可以利用眼镜去看这些文件的细节 那这个到了最后 接下来应该就会是各位使用这个眼镜的时间 那特别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深色外面的深色眼罩它是可以拿下来的 那么待会你们可以试试看 其实在室内因为室内的光线比较暗 未必会需要那个眼罩做这个挡光的动作 你可以拿下来其实你会发现你室内的环境可以看得更清楚 然后呢这个里面这个画面 一样也是非常的清晰 那当然就是上网嘛 那上网的部分就可以看看你们自己平常比较喜欢去逛的一些网站 比如说像TikBang或者去看看新闻 或去使用你的这个Facebook去感受一下 戴着眼镜去使用 跟你用平板用手机去使用那个感受不同点在什么地方 当然再来就是YouTube 一样你去连上YouTube之后 你看里面的影片 你去感受一下 我们平常用电脑看 或者是我现在戴上去 那个感受 那个画面的大小跟细致度 是不是有让你觉得很惊艳的地方 尤其是3D影片 我刚刚特别强调 它的3D真的是非常的自然 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尽量的去搜寻一些3D高画质 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 那使用它3D也很方便 你只要按着那2D 3D的按键 停留一会 它就会切换 那里面有游戏 那你就可以去享受游戏 那至于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捷径 或者是你可以去移动看看 怎么样去做这个捷径的转变 或者是这个桌面的这个变换 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BTE版不是一个很单纯用头戴式显示器 去看待的产品 我觉得它融合了很多很先进的观念 让你能够把所谓 一边开始玩起来 就是按照陈真哥的步骤 很好 你们会学这样的步骤 就表示接下来的活动非常适合大家 首先先跟大家报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很多人心里都在想 请往你们的左手边看 对点心都准备好了 刚刚有人在问 我知道 好不好 为什么点心要帮小编先帮他准备好点心 等一下 接下来是一个小时的重头戏 为什么讲重头戏 因为接下来是关你们PO文的内容精彩度 n相互 在车里面 你iberal 自动 好